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乐彦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 礼拜四下午的2点31分 涨39点 比想象强 有惊无险 礼拜三晚上欧美股市下跌 尤其欧洲跌最多 德国跌了一百七十几点 欧洲股市在礼拜三的时候 因为疫情越来越高涨 听说捷克一天确诊超过一万人 一天就死掉一百多人 欧洲现在疫情越来越高涨 欧洲股市昨天跌幅最重 美国昨天是小跌 因为市场在等 宿困案到底过不过 一会要过一会又不过 这边拉锯 这边拉 这边拔河 所以市场等到快没耐心了 但也没有跌多少 小跌而已 你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想多 你听铃而厌的 外面说四个个啊 我的说法一直都没有变 你就放心的投资 川普想连任美国股市他不会让他大跌 小跌修正都正常的 越推越高 越推越高 因为还有两个礼拜嘛 最后的公式一定是摆在 投票前 把它拉到最高点 这样对于选情才是最有帮助的 紓困案也一定会过啦 两大党不敢不过 不敢啦 不敢不会跌啦 所以这一点你放心 所以重点就在个股部分 昨天欧美尤其欧洲跌那么多 大家可能又担心 啊今天台北股市会不会又大跌 一点都没有大跌 尾盘还拉高收 收盘涨上来9点 亚洲股市里面台北股市最强 今天亚洲的部分 南韩日本都有回党 香港啊开始上来了 大陆股市开始上来了 咱最强 因为欧洲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疫情控制最好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竟然要跟欧洲一样 我们没必要跟人一样 台北股市稳就稳在这个地方 疫情控制最好 全球疫情控制最好的地区 所以你不要想太多 你又不是操作台子旗 你做台子旗那就另当别论 对不对 你以股票为主的投资人 你就锁定对的族群 上市归1600多家 重点就在那边 各股有各股的行情 但那种单兵的 我是比较不喜欢碰 有族群的 它会相呼应 行情的焦点会比较聚焦 我已经说第四个礼拜了 我讲第四个礼拜了 全新的主流 哪四大主流 瓶盖制裁中心受费股 国具 防疫概念股 我这四个礼拜以来 我一直讲这些股票 我没有讲其他的 我讲这些股票 你有跟 都会赚钱啊 而且都是目前最热门的话题 平概股 两次的新品发表 整个市场的焦点 全世界的焦点就在这边嘛 制裁中心受费股 你看联电台积电 对包含 滑邦店 今天当充大本营滑邦店 对南亚科 旺宏 最近日月光也起来了 这等一下再来谈 国具 我从三百二十四块开始讲的 去那三百六十六块 最滚蛋吃吃吃 在这里喜事要修正指标 你要求最快 防疫概念股 目前最热门的话题 在台湾你感受不到 你看我上次讲的时候 上次讲的时候是在 对 10月12号 一星期前 全球三千七百三十九万人确诊 最新的数字 这是昨天最新的数字 已经四千零七十一万人了 而且每天确诊人数 超过三十八万人 美国已经八百二十七万人确诊 印度七百五十九万 我看印度早晚会超过美国 这不是好现象 现在十月份 秋高气爽 天气还蛮舒服的 不用开冷气也不会冷 开始进入十一月以后 北美 欧洲 会开始下雪 下雪之后 疫情更难控制 因为温度越低 就是病毒的温床 所以防疫的动作你一定要有 防疫概念股你一定要有动作 那国内防疫 我说过药品不是我们的强项嘛 我们的强项在口罩跟耳温腔嘛 我们药品研发技术没人好 病例也没有人家多 所以重点就在口罩跟耳温腔 所以最近我一直跟大家谈这个 你看今天 口罩和耳温腔又大涨 对 1325 很大 今天又大气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 我也已经说两三个星期了 你随时都有买低的机会 随时都有买低的机会 而且我三天前讲了 指标开始背离 这种背离就是行情要喷出去的讯号 很大都210块下来的 210跌到120 股价几乎腰斩了 又不是让你去追高 对不对 买低档 而且今年美股获利 至少20块钱起跳 如果我估的没有错的话 搞不好今年美股获利 24块钱都有 股价才130几而已 我们今天 136 也继续叫货员买进 收盘收在137.5 所以随时就冲出去 量也开始出来了 这部刚刚要完成而已 要注意 耳温腔的部分 其实最强是好斩 耳温腔最强是好斩 一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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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不停 松翰也不错 可是我不喜欢高档的 你们知道我的个性 我操作有我自己操作的一套原则 我会依照我这个原则 带着会员一起做规划 对我跟大家讲过 我只买底部我不追高 起管的我就买 买底部起码更安全 而且报酬率越来越高 而且我只买业绩好的 像最近很多烂股票 很多投机股 我都知道啊 可是我不讲啊 讲那个没意义嘛对不对 没有基本面 完全靠筹码炒作 拉上去怎么上怎么下 那个你没办法啦 赚到很开心 如果被咬到很痛苦 主力做完之后 搞不好一下去 永远不回来 你没有保障 所以我投资的原则 你们长期听下来之后 你们知道 我只买好公司在底部 我不买投机股 不买机叉股 尤其我不追高 我只买底部 所以在防疫概念股里面 松旱 豪展 一直在高档 那我就不要了嘛 我买底部可以吧 对不对 这两天最强的 泰博 昨天涨停 今天一度又大涨8% 我泰博也说过两天啊 我会讲好几天啊 泰博对300%下来啊 300%下来到百倍 百倍现在又起到 今天最高237% 这样上来又快30%啦 所以买底部你要赚个30% 很轻松 买高档你要赚个30% 很难 而且风险大 然后更看好的是 热硬 但今天热硬还没有动 很可惜 就差一个跳动点 今天97.8% 正好压力平台就在97.8% 热硬是所有 额温腔口罩里面 赚最多钱的 上半年就10.8%了 股价是最低的 而且前三季很有可能就 17块钱哦 16到17块啊 全年美股获利起码20块起码 那股价从150几 回到81 81间来到97.8 也20% 你看这样子就20%了 这两天如果97.8再过关 那超级快哦 股本财4.3亿而已 股本财4.3亿而已 所以防疫概念股 你一定要有 不然接下来11月份开始下雪之后 疫情越来越高涨 你如果没有防疫概念股的话 那就很可惜啊 那就很可惜啊 那国据我们来看国据 国据今天是小跌 小跌就小跌嘛 航行百分之涨涨跌跌 最近这一个多礼拜 在360到350 大概13块钱震荡 因为在修正指标 指标修正应该快结束了 已经快结束了 虽然国据一直在这里相形整理 我很早就说啊 我当时说的啊 你们都知道啊 我三百六四块就开始说啊 你随时买随便买的都能够赚钱啊 对最近买的可能稍微就在你成本上下 没关系啦 现在是在你成本上下 等它冲出去 你的价格又是低档了 对不对 你的价格又是低档了 你看今天春田制作所跟太阳诱电 今天太阳诱电 还是一直在高档 这是春田制作所 太阳诱电呢 今天又创新高 今天太阳诱电 又创新高 三千九百二十五日币 三千九百二十五日币是不是又创新高了 人家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 国据还暂时押注 那你可想而知的 等国据三百六三三百六十六 一家关会怎么 来我五百万 会不会来到五百 外资已经喊到五百市了 而且今天消息传出来 国据 接下来在车用市场部分 比重拉高到四十趴 因为并了鸡美 鸡美本来就是以车用市场为主 所以并了鸡美之后 整个车用市场比重大幅拉高 车用市场的需求量 你怎么想嘛 一辆汽车被动元件的需求 跟一支手机被动元件的需求 差多少 差到不能比啊 懂为什么 只要开始跨入被动元件之后 开始跨入车用市场之后 国据未来的爆发力 成长性会更大 尤其跟鸿海结盟 重点是在发展 医疗车用 跟5G为主 所以国据水色的冲 后面五百块的乘客 我们等着看嘛 对不对 反正我们买三百二十四的 利于不败之地嘛 我们败不败的嘛 你起越多我贪越多嘛 那目前在这个地方 后面五百块来 你现在三百五十块 也是很小的 对也是很小的 报酬率都有五千多的 所以买底部 才能够让你安全安心赚大钱 国据今年每股获利 起码 三十块以上 最起码三十块钱以上 我估它第三季 大概会有十二块 上半年也是十二块 第三季如果十二块的话 前三季就二十四块钱 前三季就二十四块钱 第四季一样维持在高峰期 所以今年全年获利三十块钱没问题 甚至于有机会来到三十二块钱 比去年的十六块钱 哇这个成长幅度很大 这成长幅度很大 国据你一定要注意 制裁中心受费股 就没几支就跟 制裁中心受费股就这几支而已嘛 这是几档嘛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的 制裁中心受费股就从 台积电 联电 世界先进 日月光头控 南亚科 华邦店 望宏 群联 今天最强 华邦店 那几乎是当充的大本营啊 华中四百个十九丁 四百个十九丁 一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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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邦店业绩比较差 所以我也不想讲 今天大家以 华邦店为当充大本营 因为今天报纸说 制裁中心半导体之后 苹果的Noir Flash 订单转到华邦店来 其实不能这么讲啦 华邦店本来就是 苹果手机Noir Flash的 供应商之一嘛 只是之前他接的是部分 中心半导体被制裁之后 他接的就多一些 可是这种获利 严调这么败的 业绩这么烂的 我才是不敢 不想做啦 那今天另外一党 联电 也是当充的大本营 新高梁四十二万丁 华邦有的花三十五块 有的花四十五块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价格 最重要的是咬到空单 四万张 四万丁的空担 这是他股价上涨 最有利的条件 我现在跟大家谈另外一党 很重要的标的 联电 联电你要注意喔 底部要抓了 底部已经完成了 底部完成其实不是重点 我今天特别做了一份资料给大家看 我今天特别做了一份资料给大家看 看了懂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知识台北股市 外资持有四大 高持股的股票 第一大是台积电 持股76.5% 第二大是日月光 持股70% 第三大是台达电 持股69.8% 第四大是联发科 67.5% 那持股比重很高 持股比重很高 那以目前的价格来算 台积电 外资持股的总市值 8.99兆 日月光 1.94兆 台达电 3.519 联发科 7407 都是以 离拜三的收盘价算的 外资持有这四档个股 手中市值的价格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 外资持有这四档股票 是最多的 那你把它比较看看 你看台积电今年每股获利 能够来到20块钱 年成长率50% 目前股价 今年股价已经涨了36%了 股价已经来到历史高点了 好 我们来看台达电 台达电今年我估大概能够赚到10块钱 成长13% 今年股价 涨幅也有28% 股价历史高点在225% 也在历史高点附近 联发科 今年我估大概20块钱 年成长36% 今年涨幅55% 股价也在历史高点 唯独只有日月光 月光今年我估大概6块半 年成长64% 64%是四家公司里面 今年成长幅度最大的 股价反而今年还负成长 今年成长幅度最大的 竟然还是负成长 尤其北比才9倍而已 我在说什么你听得懂 我在说什么你听得懂 你看台达电跟联发科 外资的持股总市值加起来 一兆 还抵不上日月光 日月光1.9兆 联发科跟台达电 外资的总持股市值加起来 只有日月光的一半而已 只有日月光的一半而已 而日月光今年 成长幅度在四大公司里面 是最大的 你看北比 台积电22倍 日月光9倍 台达电19倍 联发科34倍 我在说什么 你没听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想外资 假设一个基金 它要把它的报酬率 大幅的拉高 它一定是从高持股去做嘛 对不对 就好像你手中股票 假设你手中股票 你手中有四支股票 假设你手中有四支股票 四支股票的资金比重不一样 持股比重最低的 涨再多 对于整个账户的报酬率 拉抬都有限 所以你的账户里面 报酬率要更高 一定是持股比重最高的 涨上来 你才会赚最多嘛 懂意思没 所以外资 它的持股 一个基金可能它持股有三四十种 三四十种持股比例会不一样 持股比重越高的 这是拉抬它净值 报酬率最重要的焦点 那目前外资持股四大公司 台积电已经在历史高点了 台达电也在历史高点了 联发客也在历史高点了 都在历史高点 它要再历史高点了 听得懂吗 反而成长性最好的日月光 今年还是负成长 今年股价还在跌 股比只有九倍 所以接下来 它去拉那种高档的空间不大 反而拉低档的 对于整体报酬率 会更快嘛 加上联发科跟台达电 两斤打起来 只有日月光的一半而已嘛 所以最后两个月 外资如果要拼净值 要拼绩效 很有可能从日月光下手 懂我意思吗 所以今天特别 做了这张表格给大家看 让你能够看透 这一层关系 所以日月光大抵完成之后 外资开始就会了 昨天一天就买了八千多张 今天大盘跌 它一样居高不下 随时又充了 随时又充了 所以日月光头空一定要注意 八二九九群联 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你看最近从261 现在已经298了 而且群联 外资也 喊到四百块钱 外资群联已经花到四百块了 今年拼四个股本 我觉得拼四个股本 如果他处分子公司的股份 回来的快的话 搞不好五个股本都有 好了 那就算四个股本 四个股本 四百块钱 白笔也只有十个而已 最近群联 准备到美国的 科罗拉多州去投资 那为什么选那个地方 因为科罗拉多州是 美国储存 大本营啊 储存媒体公司 重点的大本营在那个地方嘛 所以到那里去设厂 正好就近投资 对他的业绩 对客户的供应 会来的更有利 所以接下来群联 日月光爱珠宜 那旺宏 还是那句话 等年限站上去 年限站起来就开始叮当啊 26号有把说会 最近外资每天都一千张一千张的买 好 最后我们来看平概股 最后我们来看平概股 平概股需要量 如果没有量平概股不好动 因为整个族群太庞大了 今天平概股最厉害的 郁金光 575 涨了3.6% 我前两天一直提醒你 外资已经出报告了 郁金光目标价 已经花了780元 已经含780元的目标价 而且预估第三季赚10块钱 第四季再高峰期 明年再成长39% 所以又是一档底部的基优股 但这个单价比较高 你看你个人资金的情况 选择要不要 这个跑起来有时候也很快 郁金光爱注意 平概股里面真正的指标 我跟大家讲过 真正指标就是真顶 因为真顶除了鸿海集团的特色以外 苹果的订单业绩 占它年度的80% 真顶我也说很早 三个星期最近我也开始说了 我对120元 125元 130元 涨到139元 我们在礼拜二的时候 138元卖掉 卖掉之后 133元又回来了 又空缘没多 只够130元而已 130元 130元后来 还要买 更需要买 这个后面 还会有更大的爆发力 而且要扩大投资 明年的获利会比今年更好 而且第四季的拉货动作 会让今年的业绩 在第四季达最高峰 所以这刚才开始而已 这刚刚要开始而已 文茂也是啊 文茂也是跟大家讲过啊 大手笔的投资 850亿 占股本的20倍 没人这样做的 敢这样子的投资 代表公司对于未来的看法 是极度的乐观 而且对于订单是有极度的把握 才会投入两倍 产能的投资 但行情还是要一波一波来 你看我拉上来之后 320先卖一次 今天剩310 这样10块钱就对了 对不对 这两天如果再蹲下来 会面要再买刀回来 会面要再买刀回来 外资几乎是天天在买文茂 文茂是一个长期性的投资 来来回回做差价 来回做差价 原向 就等跨过这个平台 利多不断啊 连续4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同时 任天堂加速出货 无限耳机加速出货 现在就等 186过 一百倍落就开始充 目前都是在底部的股票 平台股的部分 主要是抓重点股 把重点股掌握住了 你就不用到处去乱追 到处去乱抢 国阳连续两天买盘进来 两个开始一万锅 连续两天指标在低档开始上来 接下来 接下来 因为接下来 就等 减制时间表一公布 就开始加速了 今年上半年 探6块 目前手中又有 八十几亿的建案 要开始完工路障 这些完工路障的建案 大概我算一下贡献度 大概一百倍是要三块至四块 所以国阳今年美股获利八块钱的机会 其实是很高的 只要路上的速度快一点 今年八户是有机会 八户便宜到三倍而已 所以这也会开始起来 所以你不要担心指数 你就跟我的脚步 对我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锁定这四大主流 平概股 制裁中心受费股 国具 防疫概念股 重点在这四周 把焦点聚集之后聚焦了 你就没去黑白看 黑白看肌亂的 那跟着一起操作 同时把最新的商品 游戏机 平板 iPhone 12 最新的手机 一起带回家 跟着一起操作 同时把最新的东西 一起带回家享用 我们的负转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公司以往及其效不保险未来破例 且与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券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谢谢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